我們這個禁禮書呢 你都也是都填過 也都詳細的 都已經有了解 所以我想我在這個地方 我就不一一的再把這個 領禁約言重新再讀一遍 那但是呢 我想在這個時候 就是 讓你可以在上帝的面前立約 也在弟兄姊妹的見證之下 所以我就是 想要請問陳弟兄 等一下我們 接著敬禮 那當我們接受敬禮 結束之後 你歸入耶穌基督 而且 你也願意 加入松山教會 那這是不是你的 心願 跟神的立約 如果是請你舉手做一個表示 那我想也 接著這個時候呢 讓陳弟兄 就簡單的 分享一下你 這次要接受敬禮的這個 感受跟理會 謝謝 其實要受敬這個 老早就在心裡有 這種想法 但是一直不敢下決定 那起初 我 跟牧師問我說 等我哪一天當了掌門人 我就來受敬禮 因為我爸爸還在 可是後來經過這段時間 我在思考說 我不應該這樣 這樣我爸爸對的是罪人 我根本禱告說 求主來保守我的爸爸健康 然後又要讓我能夠趕快受敬禮 這樣有點矛盾 都在想說 那應該把它切開來看 我還是 祷告讓我爸爸能夠很健康 但是我也希望能夠做決定 要受敬禮 就在我最近 就是做電療 因為又長了一顆 這個是我已經第四度的復發 那這一個是在零八 那一個只有一顆 所以醫生說 你就用電療 不要再動手術 我說好 那時候我就心想 就藉這個機會跟我的主耶穌約定 那麼讓我做完二十五次的電療 我的身體就可以潔淨 那麼我就用潔淨的身體來受敬 這樣子 那大概到了二十五次 我還沒有做 檢查 我不知道是不是潔淨 但我也不能跟他賭博說 你沒有讓我潔淨我就不受敬 所以我也不敢脅迫他 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會潔淨我 所以我就 我就 跟康務司說 我們就可以辦了啦 那 只要挑一個溫暖的天氣 就可以了 那結果商景說 最好那一天是 比較冷一點 可是商景失望了 我們今天風格日益 我很感謝上帝 那 應該水溫還是可以 我為了今天 特別買了新的鞋子 緊了頭髮 刮了鬍子 剪了支架 還滿一條新的游泳褲 所以 我很期待 那麼 當然 我知道 我們教會就要重建 那因為我本身是做這一行的 那麼 雖然我現在已經 退休了 我公司也結束了 但是 我 科務司要我 聘我來做當這個顧問 那麼之前我都是一個木道友 所以我 能夠使得力量有限 那麼現在我受精之後 成為松山教會的弟兄 那我就應該可以更天切的盡一分力 那麼在未來 我們這個教會的改建 我會知道我的 學生 那麼 成器的 陳鋒豪先生 能夠讓我們這個改建 能夠更 好一點 或者是更 敬善敬美一點 那麼敬我一點點本分 那麼能夠替我們的教會有所貢獻 這個是我的第一個祈願 謝謝各位接受我 謝謝 好所以呢 我想我們在這邊也 做一個表決 通常我們 接受一個人成為一個 成為 一個 一間教會的教友 我們就是經過 啊 教會的一個表決 所以有沒有人正式提議 在陳弟兄受盡之後 我們接受他成為松山教會的教 好 一 好 贊成請舉手 喔 謝謝 大家都非常歡迎 感謝主 那我們就 請我們 本堂的 傳道同工 還有 長老 就代表我們的教會 上台來 歡迎 陳弟兄 在 受盡之後成為松山教會的教友 好 我們 現在就 請我們的傳道同工 我們的長老就代表 我們 弟兄姐妹上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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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謝謝 謝謝 我們也有一份小禮物 加費的心意 謝謝 今天忘了開發財車欄 有一些朋友 私底下就把禮物送給他 所以他說忘了開發財車欄 那我們現在就預備接下來的經理 那我們請指示幫忙 把台上的這個桌子可以移動一下 我們在面前 接著洗禮 把自己交通給上帝 雖然 禁禮只是短短的時間就過了 可是做基督徒 卻是一輩子的 所以我祈求 全能的上帝 保守帶領陳弟兄 一路與他同行 讓他的生命 身體 心靈 都在主裡同步成長 陳弟兄 因為你決定要獻身 全主 所以我在這個時候 也按照上帝 藉著教會所給我的牧師的權柄 我要按照耶穌的吩咐 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 為你施行 Amen 他真的有點涼耶 他真的有點涼耶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